Hello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爱知的频道 我是爱芙琳 具备文艺气息的贝雷帽 是法式风格的经典款 今天爱芙琳跟大家分享的 是一款拥有锁链编织纹样的贝雷帽 软塌自然的皱褶 使它拥有轮廓感 鞋带在一侧可以修饰脸型 时髦又不时优雅哦 我所使用的线材 是粗细约2毫米的喷毛纱 使用对比的两种颜色勾枝 工具上使用了3.0的勾针 缝针 记号口以及剪刀 二层平的完成尺寸 帽剩最大的直径大概有22公分 而帽颜头围大概是50公分 帽子的深度大概有13公分 首先我用米白色的线 左手绕线缓起 缓起之后锁一针 接着勾置中括号的内容 第一针是长针的起立针 我勾置一个短针 加一个锁针 再回到短针上 挑起这两条线 勾置一个短针 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 这个起立针你也可以用3锁针代替 它算是一针 我在这一个长针上放上记号扣 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 接着勾置是一个锁针 再回到这个环勾置一个长针 在勾锁针练之后的长针时 勾针绕线之后 可以用手指按住勾针上的线圈 接着再勾置长针 这样锁针链比较不容易扭转 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 中括号的内容重复勾置8次 这样第一圈会有16个长针 以及8个锁针链 接着勾锁针链来看看 第一圈結束,收緊中間的線圈 接著在第一個長針上引拔 我們先將勾針插入第一個長針針目 接著用下一個顏色的線來引拔完成這一圈 使頭尾相連 在換線時,我們可以將前一個顏色的線置於勾針上方 接著勾針帶出下一個顏色的線來引拔完成 換色之後可以拉緊最後的引拔針 減少引拔的痕跡 接著第二圈,勾置一個鎖針 作為短針的起立針不算針數 之後在每個長針上都勾置兩個短針 勾置第一個短針時 我們可以將其他的線頭一併包著勾置 以固定住這些線頭 這是第一個短針 接著第一個針目裡的第二個短針 我在第一個短針上放上記號扣 以方便我辨別它是第一針 接著會遇到上一圈的鎖針鏈 挑過這些鎖針鏈,在長針上勾枝 勾枝時我們可以將這些鎖針鏈放到枝物的前方 在越過鎖針鏈勾置短針時,將勾枝時的線拉緊 這樣這個短針針目才不會過於寬鬆 每個長針上都勾置兩個短針 這樣等於在這一圈中,每個針目上都加了一針 這一圈一共完成32個短針 在勾枝這個鎖針鏈編織圖案時 鎖針鏈不算勾枝的針目 第二圈結束,在第一個短針上銀拔,將頭圍相連 我們一樣收緊最後的銀拔針,減少銀拔的痕跡 第三圈,每四個短針為一組 勾置中括號的內容,總共8次 第一針是長針的起立針 我將勾針穿進第一個針目裡,直接勾置一個短針 再一個鎖針 再回到這個短針上,調起短針的兩條線 勾置一個短針,作為長針的起立針 這個起立針算是一針 接著第二個針目上也勾置一個長針 連續兩個針目都勾置一個長針之後 11個鎖針 接著從下個針目開始,再連續兩個長針 接著從下個針目開始,再連續兩個長針 這樣是一組中括號的內容 我們重複勾置中括號的內容8次 這一圈總共完成32個長針 也就是每個短針上會有一個長針 而所針鏈為18個 第三圈結束,也是在第一個針目上引拔 而引拔時換成另一個顏色的線,來引拔完成這一圈 使頭尾相連 從第二圈開始,每兩圈是一個完整的花樣段 最後的引拔針將它收緊,減少引拔的痕跡 第四圈 一個鎖針作為短針的起立針不算針數 接著以兩個長針為一組 第一個長針上,勾置一個短針 而第二個長針,勾置兩個短針 小括號的內容,表示勾置在同一個針目裡 這樣完成一組中括號的內容 遇到鎖針鏈時,仍然跳過它們 將鎖針鏈往之物的前方擺 中括號的內容重複勾置16次 這一圈一共增加了16個針目 總共完成48個短針 第四圈結束,引拔在第一個短針上 將頭尾相連 收緊最後的引拔針 第五圈 以六個短針為一組 先連續勾置三個長針 第一針是長針的起立針 使用三個短針 接著又十一個所針 放三個短針 再從下一個短針開始,又連續三個長針 这样是一组完整的中括号内容 中括号内容总共重复8次 接下来我们可以依照文字节拓展这个织片 每两圈进行一次换色 将织物依照文字节拓展到第17圈之后 这个织物的直径就会到达22公分 接着就不再做加针 重复勾织第18圈到第19圈 直到第29圈 在勾织过程中你会发现 这些锁正链会从中心乘放射状一直往外延伸 而勾织到第29圈时将织物平放 此时帽子的深度会到达9公分 你可以依照需求调整这些圈数 第29圈结束 接着第30圈 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不算针数 在这一圈我会开始进行剪针 将这个茂盐往内缩 符合我需要的头围 接着每9个长针为一组 先连续勾织7个短针 7个连续的短针之后 接着下两个针目做一个短针的并针 我们将钩针穿进针目再带出线来 连续两次 最后刮线引拔所有线圈 完成一个短针的并针 这样每9个针目就减去一针 我们重复中华奥的内容 16次 减去16针 最后这一圈剩下128个针目 之后我们按照接下来的文字解 在勾织短针圈时进行并针 最后头围的周长大概会是50公分 而在勾织第33圈时 就不再勾织锁针链了 而是在每个针目上都勾织一个长针 在放射状的锁针编织纹中 最后一个锁针链会落在第31圈 第33圈结束 换色之后 我们在换色之后的线圈上放上记号扣 以防线头脱落 接着我们从第一圈的锁针链开始 将这些连续的锁针链串起来 我们可以利用勾针 先穿进第一圈的锁针链 再将下一个锁针链勾出这一个圈 就这样一个扣着一个 将这些锁针链串起来 一直到最后 最后就会形成一条锁针链的编织纹 我们将每一排的锁针链都像这样子串起 最后会有八条这样的锁针链编织纹 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勾织 将这个帽子做收边 第三十四圈 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 接着以十四个针目为一组 先连续勾置五个短针 此时上一个颜色的线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将它包着勾置几针之后 再将它断线 练续五个短针之后 接着一个短针的并针 我将米白色的线断线 接下来会遇到这个编织纹 我们将勾针先传进第三十一圈的锁针链 接着继续传进下一个针目 勾置一个短针 将最后一个锁针链固定住 接着按照之后的文字解 勾置种化号的内容 中化号的内容循环勾置八次 结束时仍然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 让头尾相连 第35圈 在每个针目上勾置一个长针 这一圈维持在96个针目 结束时也是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 让头尾相连 第36圈 第一针是中长针的起立针 这个起立的方式跟长针一样 你也可以用两锁针来代替 接着第二针 调起上一圈的整个长针针目 勾置一个外勾长针 接下来都是以两个针目为一组 勾置一个中长针 再勾置一个外勾长针 循环勾置到结束 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 让头尾相连 接着第37圈 我要为它做一点花边 循环勾置中夸号的内容 先三个锁针 接着跳过一针 再下一针上引拔 直到这一圈结束 引拔针的位置都会落在上一圈的中长针 沿边勾完一圈花边 引拔在第一个针目上 接着就可以断线 我们可以利用缝针 将这个线头引到后方 在后方打个结并藏好这个线头 再做修剪 最后我为这个贝雷帽做一个帽顶的尖端 我用黑色的线锁边起针 起八个锁针 接着第二行 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 接着翻到背面 在第一行的每一个里山上构置一个短针 一共八个短针 若是不调里山 勾置在半针上也可以 勾置结束 引拔断线 我们利用这个尖端的两个线头 将尖端固定在冒生第一圈的中央 在背面利用这些线头打个结并藏好所有线头 这样这个具有所针链变质纹的贝雷帽就完成啦 让它携带在头上自然垂坠 两侧可以露出头发 修饰脸型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哦 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